这是一只不正经的企鹅 不光穿着西服 还缠16岁少女的身子 强迫杏子与她决斗 因为之前cosplay过 所以选择黑魔刀女孩作为牌组统领 色批看见是两个美少女 更加的兴奋 于是打牌搞起 杏子先手召唤怪兽 然后结束回合 轮到企鹅 召唤海红蛇 因为牌组统领能提升攻击力 杏子偷摸覆盖张牌 等待对方发动攻击 但这企鹅眼睛比较宽 注意到杏子的小动作 正好手上有魔法卡 发动大寒波 冻结所有覆盖的牌 之后海红蛇一口咬美女怪兽 随着生命值降低 杏子的小腿被冻住 这又是一场赌命的决斗 在这冰天雪地里 只穿了条白丝的杏子 被冻得瑟瑟发动 突然小表心灵感应发动 本想去救杏子 但牌影这是犯了 要和大门里的怪兽打牌 杏子只能继续坚持 企鹅骚的一批 要把秋裤借给杏子穿 而杏子表示 只要风度不要温度 抽牌的手抖个不停 这时黑魔导女孩 给予杏子鼓励 想想游戏是怎么硬卡的 杏子秒懂 将牌举高响啥来啥 发动给死者的忌品 破坏掉海红蛇 然后召唤火女巫出场 杏子不急着攻击 先换化个火圈 烤烤火温满下 真是够了 这不是虚拟影像吗 发动火女巫的特殊效果 点燃企鹅双手 燃烧对方800生命值 杏子表示还没完 让火女巫发动直接攻击 满天火球砸向企鹅 但皮后不好烤 生命值降到2200 并且身体也开始结冰 但这俩人是菜鸡护卓 单纯的比攻击力 企鹅召唤本命鹅子 再配上装备卡提升800分 一箭砍没火女巫 这下烤火发动机没了 整个大腿被冻住 性子只能被动挨打 现在已经到了绝境 那就只能靠神抽了